那這個地方的話延伸主要是來自於 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開放資料 底下的話其實就有人在問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一般就是 坊間很多的企業它其實需要這個資料 但是它不是只要近兩個月的 它是希望有一個Rain 所以我這邊可以查得到 它有提供一個網頁的資料 但是這個資料的話比較麻煩 變成說你可能要 需要自己下一個條件 然後按下送出查詢 底下它會更新 所以你想要再去找 比如說你想要換個日期 比如你想要再找其他 這個其實也可以自己輸入 比如2022好了 2022的1月好了 去年的部分 然後1月1號 一直到20... 當然你也不能查太多 比如說2022的1月1號到2023的6月 就一年又一年半的資料 按送出查詢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跳出一個警告 不可以超過一年 所以它有一個限制 我記得早期好像沒這個限制 那為什麼會多這個限制 我在猜應該是太多人去抓這個資料 因為太多人抓 一下子你的網站的流量就會非常大 所以它做一個限制 一次只能抓一年 OK 那你說老師如果要抓10年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你寫程式的話就沒問題 程式的話你可以跑10次比較好 先抓一次嘛 然後再抓一次 再抓一次 那不就可以把10年的資料全部抓下來了 那你先去分析好了 OK 那為什麼要特別抓那個匯率歷史資料 其實倒是很簡單嘛 如果歷史資料 你它還可以看出最高跟最低嘛 那只要是那個最近的匯率 只要高過於歷史資料 或者接近最高點的話 那你表示說你趕快要賣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太高了 不會再上去了 可能會上去的機率不太高 那如果低到已經是歷史低點的話 那表示你要買進了 為什麼 因為再低也不可能低過那個 就是 所以看我記得我好像有把那個 歷史資料抓下來 好像美元的話 最低好像沒有低過27的 對台幣的話 高的話好像也不會超過32 所以最近已經是高點了 所以高點就跌了 現在最近好像已經跌了一點了 有沒有看到 我們最近好像 我好像有查過歷史資料 好像最近的資料是 是多少 我看一下 剛剛我們這邊有下載 有沒有 11月份 這個是22 這是22舊的 我看一下新的 新的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28 已經到31.468了 所以你會發現 最高就是大概在前 不過看這個 看這個數據真的很累 所以你看一下那個 美元則線圖一下 其實看這邊應該比較快 美元則線圖有沒有 它就是最高應該來到這邊 最高應該到這裡 32.5 已經到32.5了 所以已經是歷史新高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居安思維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中間差了一塊錢 有沒有 差一塊錢等於是 如果你去儲啊 其實就三點多趴了 等於是多少天 才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就三趴 一個月三趴利息了 那如果是換算元年利率的話 它再乘以12 那其實利率很高 所以這段段時間的話 假設你會賺價差的話 哇那不得了 你這段時間已經 所以你只要看歷史資料最高 當然不是說只是看這個 你可以看別的 還有別的數據 比如說美元指數等等的 你如果假設有在做投資的話 其實或許你也可以賺一點 這個價差 所以呢 像那個有一個 有一個名詞叫什麼 杜鞭太太吧 因為日本基本上它都沒有利息的 利息是零 還負利率的 你放銀行 它還給你扣一些手續費 所以他怎麼樣 剛剛換美元 因為美元最近的利息很高 對不對 可以賺差價 所以他們其實也會經常去觀察 好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說你要去抓什麼 抓這個裡面的資料 而不是抓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的這個資料 上個禮拜是一個CSV 今天的資料是一個網頁 所以第一個 來源不一樣 所以假如說 你要抓的是網頁 而不是CSV的話 那難度相對的就會高非常多了 所以 不過今天 當然因為這個很難 所以 我已經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你只要照範本來做 基本上應該都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不會有問題的 但你說 如果我不會怎麼辦 其實我教各位 因為真沒辦法錄聚集 所以你可以到什麼 CharGPT上面 你可以問他 有沒有 GPT 有沒有 最近GPT好像也鬧很多新聞 那當然 這就另外一回事 那你可以怎麼樣 寫一個問題給他 請幫我撰寫一個可以下載資料到 到 到ECEL的一個VBA程式 那你把網址貼上去給他 你會發現 CharGPT 真的會幫你寫程式 底下就是個程式 那能不能run是一回事 至少他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基本架構已經有了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 哇 光這個程式洋洋傻傻的 這個光看到就頭暈了 總共至少應該有個四五十行吧 OK 那我是覺得 他用的方法有點太難了 他用的是什麼 這個物件叫XML HTV物件 這個有點難 所以我希望他改 所以我底下跟他講說 請改用那個Creditable重寫 他就真的幫我 他還看得懂 他就幫我重寫了一下 不過好像還是程式蠻多的 那我雲端上面 有一個更精簡的程式 那他主要是可以抓什麼 抓網頁上面 你只要網頁上面是Table的資料 都可以抓 那所謂的Table 剛剛講 你可以在這個網頁上面 找到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有一個日期按右鍵 檢查一下 按右鍵檢查要做什麼 你稍微觀察一下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標籤叫做Table 所以你這邊找到 往上找 往上 往上 這邊是Table rule 一列 然後這Tbody是整個 在網上你可以看到 如果他的標籤名真是 小於符號加一個Table的話 那表示說 這一個表格是可以用Creditable 把它抓取下來的 OK 所以其實網頁上還蠻多 類似像這種表格 他只要是Table標籤的 通通都可以拿這個Creditable 把它抓下來 而且程式非常的簡短 首先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他怎麼樣剛好可以抓尾要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在我的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找到資二的部分 就是旗交所延伸外賓匯率的歷史 用於Post抓取資料這個單元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頁 往下找 你看是第二頁吧 這邊有一個外賓參考匯率查詢 那底下就是一個範本 範本你可以把這個範本把它複製好了 OK 複製起來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 我們就另外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我們再新增一個 空白了就可以了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好了 那我把上個禮拜這個先關掉 OK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把剛剛的程式一樣貼到哪裡 跟上個禮拜一樣 貼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開發聯誼裡面Visual Basic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這個模組裡面貼上剛剛的程式就OK了 記得喔 Sub到EndSub 那其中的話 有三個參數必須要更改 第一個參數的話 就是URL 分號後面 分號後面的話 記得給他的網址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Creditable 跟上個禮拜的好像有點似曾相似 那只是差別是 這個connection 冒號等於後面 還記不記得 我們上個禮拜這個 我們這個好像有點類似 但是不一樣喔 哪裡不一樣 你可以比較一下 Creditable後面的話 這邊是Tex 為什麼 因為CSV它是純文字 所以他用的是Tex 可是今天的話 他這個地方用的是UI 為什麼 是網址 OK 所以喔 那我要貼什麼呢 第一個 請你把這上面的這個網址貼上去給他 複製一下 然後你就直接貼到分號後面 把它貼上 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 還有總共要貼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 UIL 封號後面記得給網址 就這個網址 所以我剛好貼這個網址 第一個 Step一 那Step二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再跟他講說你的Post Test 第三個是你的那個什麼 Web Tables 總共這邊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Post Test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你的相關參數呢 到底要給什麼 那我這邊其實已經查到了 所以你假設你在我雲端上面的這個地方 往下找這邊有看 其實就完成程式碼這邊 加第一個是加這個 這個就是第一個 加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Post Test 後面加上這一串敘述 放在它的刷裡面就可以了 那其中的話呢 把它Ctrl C OK 把這一串呢 Ctrl C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的這個Post Test 底下這個分號裡面把它貼上 記得不要貼錯 貼錯的話就會發生問題 那 這裡面的話到底 這個裡面的資料到底有什麼作用 大概你猜可以猜得出來 它其實就傳兩個參數 給這個網站的這個SERVAL的程式 第一個的話就是哪一個呢 它的Query的Start Day 什麼哪一天開始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是End Day 所以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但是記得不要超過一年 如果超過一年好像會出錯 OK 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是Web Table Web Table指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 那你怎麼知道這裡面有幾個表格 那我要的是要在第幾個表格 所以呢 這邊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你怎麼知道這個標籤 這個表格是位於 這個網頁原始碼裡面的 第幾個table 它意思是說第幾個 那我這邊有一個方法 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教各位一下 就是如果我想要知道 這個網頁到底有幾個表格的話 那第一個 我會先找到我要找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右鍵把它檢查 找到這個位置 先找到這裡 第二個的話 我直接點兩下table 把它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 再按Ctrl F Ctrl F就是尋找的 尋找什麼呢 尋找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table 那記得喔 你Ctrl C之後 它好像會自己貼過來 如果沒貼沒關係 你是在Ctrl B 然後請你在這個前面 加一個小於符號 為什麼加一個小於符號 因為你加一個小於符號 跟沒加其實不一樣喔 如果你沒加 它就是table的名稱 那如果你加了一個小於符號 它就是table的標籤 那意思是說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是那個表格喔 OK 有幾個表格的 這樣的一個形狀的東西喔 那你可以看到呢 總共有幾個 它會跟你講有沒有 所以喔 Ctrl F主要是找一下 這個網頁啦 它你說老師我自己慢慢找 也可以啦 可是問題四千多行耶 怎麼找 太累了吧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得到一個什麼呢 1 of 9 意思是說呢 這個網頁裡面喔 總共有9個table 那你目前停留的位置喔 是第一個 那我怎麼知道我要找的這個是第幾個 你可以這樣喔 向下 有沒有發現喔 它就會 向上的話呢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第二個好像是這個表單 輸入的地方 第三個的話 你會發現你往下 三個的話呢 它剛好就是這個區域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三 然後下來就是四 四的話 是下面的說明 第五 底下這個是第五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第四跟第五好像不是一個表格耶 它為什麼也把它當表格 其實很簡單 那個table喔 在網頁裡面呢 不是只是拿來真的當表格放資料 有時候呢 也會拿來排版用 OK 所以有的網頁 它會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底下就不用再找了 底下應該下方 總共有九個啦 我們應該可以找到答案應該是三 所以如果是三的話呢 那把這個三的數字把它填上去 輸入三就可以了 好 那底下的話我把它執行 所以喔 特別注意 總共改了三個參數啦 記得喔 不要打錯 位置也不要打錯 多一個字 少一個都不行 這個是一 這個是二 這個是三 好 一二三 填上去之後的話呢 那再把它run一下 如果你假設啦 你沒有做任何錯誤的動作的話 那執行喔 理論上會把2022年的10月到11月的資料 把它抓下來 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錯誤 欸有了 OK了嘛 而且喔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日期好像不用修正耶 不像那個CSV喔 它那個斜線會不見 所以 以這個 來看喔 它其實就不用變更了 馬上可以拿來畫圖了 OK 所以喔 請各位試一下喔 當然你說 如果假設啦 我相信一定會很多同學發生錯誤啦 錯誤常會發生什麼狀況喔 欸 比如說這邊可能會貼錯吧 比如說你 像我同學是 這個網址貼到別 貼錯或者中間假設多一個空白啦 反正你只要多一個空白也不行 你執行馬上出錯 所以呢 只要是 你出錯的話 你就檢查一下 那三個地方 偵錯一下喔 那因為這個地方錯 可是它會是這邊出現錯喔 OK正常 因為它不會告訴你是這邊錯啦 它是全部參數再去抓 可是你參數給錯喔 它會在refresh的地方出錯 OK 所以你只要把這邊變更一下 OK 這邊先把它變更一下 然後這邊吧 OK 那重新再 停止重跑一次 那裡面應該就OK啦 有沒有 重跑一下 欸 有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我希望把上個星期的外匯的資料 改成就是抓網頁的資料的話 那主要是一把這一段先貼到那個就是模組 那再來把底下這三段 其實參考一下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貼的話 直接把這一段貼到這裡 貼記得喔 分號後面喔 跟雙女號 等於是這個是貼到這個中間 那底下這一串喔 還有二的話呢 是底下這一個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擔心做錯 其實還可以直接從我這邊 直接把這一串貼到這邊來 記得是雙女號裡面 然後呢 這個web table這個是前項三就好了 那run如果沒問題 那表示是正確的 試試看喔 好嗎